遭遇 机缘很不容易得到 今天得到 得到而轻易舍掉 那这是我们自己的最后 得到要知道珍重 要知道把握 决定不能够舍弃 因此这一生当中决定要随身 佛陀的教育 我们今天专一大臣五无量圣经的教育 所以多送五大臣 我们每一天念五无量圣经 念多了 恭恭敬敬去念 遍遍都有悟处啊 如果是千万先去念 你念得会生烦恼 天天念这个没意思 恭敬先去念 真诚先去念 有无处 有心得 你会念得很舒畅 很快的 烦恼清智慧长 那么有多余的时间 可不可以涉猎大臣经教呢 也可以 大臣经教必须与自己主修 这一部经典有关系的 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入理解的 这个可以看 但是促学不可以 古人规定 什么时候呢 五年以后 五年当中呢 专读一部经 不可以读第二部经 我在台中 接受李老师的教学 就要守这个规矩 五年当中 专学一部经 这一部经里头 成就 戒 定 慧 这个慧是根本之 般若经常讲的根本之 根本之是无之 般若无之 无所不之 无之是根本之 所以我们先要求无之 第二部才求无所不之 华严经常 善才童子 跟我们表现 他在文殊菩萨这一会里面 求根本之 戒定慧三学得到 文殊菩萨不准他再住了 叫他出去参学啊 这就是著名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成就厚得之 厚得之就是无所不之 你六根借出六尘 敬见 直升智慧 不升烦恼 就像惠门大师在《谭经》里面所说的 他在黄梅见五祖跟五祖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那是什么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 他已经有了根本之 见色闻身 深智慧 不升烦恼啊 我们今天要是跟祖师见面 一定垂头丧气 弟子心中长生烦恼 那怎么会一样呢 情人做了好榜样的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学习啊 某一句挺进行者 这就是积极啊 无比的积极 我们要帮助人 要劝人 破迷开入亡 历苦得落 众生最大的苦呢 是什么 是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明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处 人与天地贵神的相处 业无所知啊 随身自己烦恼习气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受冤枉的苦报 你说这多可理啊 我们学会呢 就有义务 有使命 帮助这些人 就帮助这些人回头 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听听 积极为社会 为众生 讲经人说法 讲经人说法 就是上课 就是教学 永远没有休息 哪个地方有人请 哪里就有人去 就得去 佛法是私道 私道是要受尊重的 指纹来学 慰问网交 为什么 大家有心来求学 他能得利益 没有心想求学 你要把佛法送给他 人家瞧不起你 没有把你当这回事情 甚至于还侮辱你 他还在追 这个不是 这个佛法一定要端起什么架子 不是 这是私道必然的道理 只要有求 一定诚心诚意地去帮助他 决定不能够拒绝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今年上看 从来没有说有一次 拒绝过请罚的人 我们有人来求罚 我们要是拒绝他 这是过失 所以一期 世尊都给我们做了 最佳的榜样 常常想